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天傳出了一宗在國際社會上非常之控動 但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在意料之中的消息 就是中國考慮將中美首階段的貿易協議作廢 意味著中國很可能就會走數 根據環球時報英文版引述接近中國政府的消息人士說 中國方面出現要求重新評估中美首階段貿易協議的鷹派聲音 中國內部對於首階段貿易協議的不滿情緒持續上升 為甚麼?因為他們認為 中方為了推動達成今次的貿易協議而作出妥協 部分中方的貿易代表之前也認為 達成部分優戰和緩和緊張局勢 而作出一些妥協是值得的 不過近期美國總統特朗普大肆指控中國隱瞞疫情 令負責事務的中國內部人士感到憤怒 按照這種說法 中國認為當初簽訂城下之盟的時候 已經向美國作出讓步和妥協了 但美國總統特朗普仍然在恕步步進逼 一時又叫追責殺賠 一時又在台灣問題上纏繞中國 只是不給面子 於是便借機發揮 但這種說法是否真確呢? 你只是簽訂城下之盟而已 問題是 到底你有沒有履行到當中的條款才行? 有沒有增加購買美國的貨品和服務? 只要看頭四個月的數據 從美國進口的貨品數字 是不勝反跌的 到底這時你這個說法是千真萬確的? 還是純粹是一個藉口想著走數呢? 這篇報道還說到 有接近貿易談判的顧問 已經建議了中國官員 重新提出中美貿易協議作廢的可能性 而且還建議他們 商談一份更多向中方傾斜的新協議 即是想重新談過 想推倒重來 報道還引述了一名前內地貿易官員說 中國可以根據貿易協議條約中不可抗力的條款 來執行這項程序 實情中國想走數就真的不新鮮了 早在一月的時候 已經有一位前商務部官員走出來說 說因為中國發生了瘟疫 所以就要引用不可抗力的條款 來暫緩執行中美貿易協議 現在市只不過是更進一步 所以中國早就想著借頭借路走數 另一名中國政府貿易顧問補充 說終止當前的首階段貿易協議 實際上是符合中國的利益 將會對於中國有利 如果一切都回到起點 美國現在就沒辦法重啟和中國的貿易戰 因為美國目前經濟不穩定 以及今年將會進行美國的總統大選 報道同時也引述了分析人士說 終止這個首階段貿易協議 將會是中國的最後選擇 只有在極端敵對的條件之下 才會掃諸這個選擇 即是又兜底 說明了 如果不是你特朗普總統 繼續利用你手上的四張王牌步步進逼的話 中國萬不得已都不會選擇 去廢除中美首階段貿易協議 只不過現在中國擺出這副姿態 很明顯都打算是走數 怎會執行當中的二千億美元買貨的細節才行 肯定這二千億美元就是打水票 至於美國總統特朗普又如何回應這件事 他反對重新談判中美首階段貿易協議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我也有聽聞過中國 可能想重新啟動貿易談判 不過我就沒有興趣 因為我們已經簽訂了協議 即是說 這個重新談判就肯定無望了 至於這個貿易協議的存費問題 特朗普就沒有作出回應 從這件事就可以反映得出 其實從中美首階段貿易協議簽署那一刻 中國就已經整天想著借頭借路 找位去走數 只不過當時中國政府就急於要將加上去的關稅 要降下來 他們要達到這個效果 所以才迫不得已簽訂這個城下之盟 要中國在2017年的基礎上 增購兩千億美元的貨品分兩年 簡直是想要他的命 他為何願意簽呢 就是要降關稅 其實就是採取一種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拖延策略 就是想著在這個降關稅的期間 中國的經濟能夠喘息過來 復甦過來 到時就算美國要執行回彈機制 重新加回關稅上去 中國都已經慶舟二過萬重山 大家可以看看中國海關總署所公佈的數據 在今年的頭四個月 中國自美國進口的貨品就是2561億人民幣 比去年的同期還下跌了3% 即是打十二圈麻雀 頭四圈還在輸錢 你告訴別人 美的八圈是可以追回七百多億嗎 行不行啊 所以我相信 中美雙方在簽訂這個首階段貿易協議的時候 大家互相有個底 中國就打算借頭借路走數 美國方面也想著 中國肯定不會那麼順滩兌現承諾 因為中國長期都不尊重合約精神 就算說中英聯合聲明 簽訂完之後就當歷史文件 基本法兌現了 零七零八的時候要有雙普選 又是一拖再拖 所以美國我相信他們沒有那麼愚蠢吧 你真的簽訂了合約就想著中國會執行 如果是會的話 他們也不會設定一個回彈機制 所以根本上在簽訂的時候 雙方有個底 美國可能也在想著一件事就是 如果中國執行到多少就執行多少 就算在2017年的基礎上 買多了美國貨品 對於美國也是有利的 但我相信美國慢慢也想不到 簽完這個貿易協議之後 中國從美國進口的貨品數額是不升反跌 不過美國仍然是中國一個重要的貿易夥伴 在今年的頭四個月 中國的出口總額是4.74萬億元 而美國佔了其中的7022億 大概是七分之一 所以中國其實也是不敢造次的 我相信他最終未必會把中美首階段貿易協議作廢大膽 但是就擺出了一副姿態 擺明就不會執行當中的細節 這個也是某程度上的反客為主 因為他就是看準了美國 當時特朗普 美國內部的防疫抗疫就搞到一團糟 到現在都還沒搞定 其實還在上升 當然那個所謂的 就是個案的曲線就開始緩和起來了 但是還是在上升的當中 而且特朗普又要面對著總統大選的壓力 有選舉的壓力 所以也沒有時間來針對中國做什麼行為 他就是看準了這個時機 所以拖得就拖 盡量拖到美國總統大選11月以後 如果你連任的話 到時候又可能再算了 煮到過來再吃吧 但是若然一個不幸被中國買中了 是由這個拜登當選的話 他真的一天都光亮了 所以現在來說 中國肯定是採取拖延策略 拖得就拖 不斷拉布 而且中國也是看準了一件事 就是以美國現時的經濟狀況來說 特朗普不會貿貿然執行回彈機制 忽然將關稅上升 因為這個回彈機制不單止會彈中中國 也會彈中美國本身 因為你忽然間加上關稅 暫時令到美國的物價進一步上升 所以中國就是看準了時機才發揮 任得中美首階段貿易協議 名存實亡 反正他所要的關稅就降了 至於買不買美國的貨品 美國暫時來說 在這一刻也是催你不脹 拔你不牆 但是美國到底有什麼方法 可以去對應中國現在這種態度呢 其實他手上仍然有四張王牌 分別就是追責撒培 台灣問題 南海問題 和香港問題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上星期就說 要等到中國兩會開完以後 才發表那份有關香港的年度報告 他的原因就說什麼呢 就說要看看 到底中國有沒有一些新措施 針對香港的一國兩制 這個就是表面的原因 底下就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要看看這個星期 中國副總理劉鶴和美國貿易代表 就說來特希澤在談完那通電話以後 到底有沒有一些新的進展 如果是沒有的 這份報告當然就是會加料 現在傳出了這個消息 就說中國是考慮將首階段的貿易 作廢的話 相信這份有關香港的年度報告 肯定就是會加了料 到時大家就拭目以待 到底美國會有什麼回應 當然在其他三方面 即是追責撒培 台灣問題 以及南海問題 美國也不會放手 只看台灣問題就知道了 美國已經參眾兩院 發散了信件去寄給不同國家 要求他們支持台灣 進入世衛的年度大會 所以接下來就相當好看了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